好来 我们现在看的是Belloni Hybrid的那个2.2的第四题 然后它这个是VT Graph 你第一个看的是VT Meter per second pay second 所以它的单位是配的 然后它叫你讲Total time of the object is at rest At rest的时候呢 就是这样 这一边它是at rest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是105减85 所以它是20 second 我们之前在那个参考书那边有看到 就是说如果我有VT Graph 这一边这个VT Graph so它at rest的时候 not moving的时候 它是下面的 然后uniform velocity的时候是这样 acceleration是0 然后这个向上是acceleration 向下是disceleration 这个是属于VT的graph 然后在VT的graph里面呢 它直接看是它的speed 平线是content speed 然后斜度是它的acceleration 然后area under the graph是它的dispachment 这样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一题 所以这个它讲address 就是这个部分 这个是我的e的部分 然后接着acceleration during the first 30 seconds so acceleration的话 我们找它的斜度 所以这一边是00 这个是30 25 所以我的acceleration是25减0 除30减0 然后它在这一边就可以拿到它的答案了 so它是25 over 30 所以我在这一边 这一个我就25 over 30 然后它是5和6 0.83 ok 所以它的这一提 它的答案是0.83 然后middle per second square 然后它是70到85的deceleration 70到85 这个是70 25 这个是85 0 所以它deceleration其实也是acceleration 但是它出来是negative 0减25 然后85减70 ok 然后在这一边 我们就可以拿到它的deceleration 所以它的deceleration的话呢 就这一个0减25 它就减25哦 然后85减70的话呢 它其实是15 所以它拿到答案是减1.67 所以是减1.67 然后total distance travel by the object 然后total distance travel by the object total distance travel的话呢 呃 我找它的area under the breath so在这一边 我上面是一个trapezium 下面是一个三角形 然后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一个的那个长度呢 是85 然后这个的长度呢 是70减30 它是40 这个的高度呢 是25 ok 这个的高度是25 所以我这一边 我有ae 它是一个t形 so我的 然后这一边是一个三角形 这个是a2 然后它这个的高度是10 然后这个的宽度是那个15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的ae 会是等于2分之1上加下层高 就40加85 再乘25 我的a2是2分之1乘底层高 乘15 乘10 75 如果没有错的话啦 所以在这一边 我的这一个ae等于这一个 然后我的1 2分之1 然后乘40加85 然后再乘25 我拿到的是1562.25 ok 1562.5 然后我的a2是1 2分之1乘底层高 所以它是1 2分之1乘15 再乘10 所以它是75 so它的那个total distance total distance 它是1562.5 加75 然后5 然后7 然后13 6 1637.5 米 然后它要的是displacement displacement的话这个是positive 1562.5 减掉75 这个是导盘方向的 这一边是下面的导盘方向 这一边是上面的positive ok 然后在这一边它的s 会是positive 这一边它的这一个s 是positive 它是向前的 然后这个s是negative 像cover ok 所以我的这个snegative 所以我的这个snegative 减掉75 然后拿到的会是等于1487.5 所以它是1487.5米 average speed average speed 和average velocity average speed 的情况之下呢 它就会是average speed 就是total distance over total time total distance 是1637.5米 它的time全部用到完的时候 然后这一边是120 所以over120 然后我的这个average velocity 的情况之下呢 是这个1487.5 除以120s 所以它是1637.5 over120 所以这个是13.65 然后这个是1487.5 over120 然后它这个是12.40 然后它这个是12.40 在这一边我会讨论这一题的原因 是因为我的学生拿不到答案 然后他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这一个他跟着计算机来按 他这一个不是75 然后我拿到75啊 我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他拿不到75 然后原来是因为他跟着那个 作业这边他是120加105 可是后面的那个area75 其实是二分之一层底层高 它的底应该是120-105 而不是120加105 所以就是这样ok